北京八达岭长城 延绵万里挑战游客体力 如今爬到一半 不用再怕肚子饿 因为这台无人机 可以将美食饮料送到长城上 这个是起飞板 那边那个红色的是姜乐板 客户那边下单之后 我们的监职人员会下去 把餐取上来 无人机载着外送 从山下的饭店顶楼 一路飞到长城南五楼指定地点 全长约一公里 原本步行要50多分钟的山路 现在5分钟就可抵达 具体下单流程就是微信扫码 然后扫码之后 我们会直接打开一个界面 然后上面就有这些餐品和饮品 跟下边点餐的价值基本一样 而且我们配送费的话 就是3到4块钱 而且有的商户还不收配送费 还是长城本来就累了 在背着饭 背着水 这次直接就可以点单 到这边在里边连席着再等待 然后饭也上来了 除了美食饮料 无人机还能送上紧急药品 甚至能变身清洁队 协助景区回收垃圾 大陆十一长假期间 有超过2100万人次旅客 到访北京 长城外送服务 也比平日订单暴增 换个地方 浙江之所大学 也能点到无人机外送 无人机的配送时间 大概是在12分钟左右 距离学校的距离 在8公里左右 那传统的电动车的配送方式 它可能要在25到30分钟左右 无人机送餐更快更便捷 学生只要从线上下单 之后到指定地点 就能扫QR扣领取 实际上大陆政府 正推动发展低空经济 当中就包括无人机外送 政策带动下 目前美团无人机外送服务 已经覆盖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城市 累计开通30多条航线 完成超过30万张订单 未来还计划覆盖更多城市 TVBS新闻叶俊宏 蔡一杰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